剛剛大家都有體驗過內定值網頁的方式 其實網頁的方式大家最常用到的就是有一個簡單的線上編輯器 可是事實上我們頁面 很多時候這樣子並不太夠 所以它 水座平台它有提供幾種頁面的範圍給你用 第一種就是公開範圍 那公開範圍你可以簡單來講就好像什麼? 最新消息 也就是說我們本來是一個標題 然後這就是內容 現在不是 也就是說你這個好像是一個末路一樣 所以我假設這裡有一個叫最新消息的廣告版本 你在裡面可以再新增文章 所以它是可以像我們一般部落的 在一個裡面有文章一、文章二、文章三 這樣大概你們了解意思了 好 另外我們現在要檢視一下你再來看 另外一個應該大家用到機會也蠻多的 叫做檔案櫃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是要分享檔案 這個檔案櫃最近也有做一些改變 也就是說我們檔案是告訴各位 其實這個平台設計 勾達的空間是不是100Mb 但是你這樣100Mb如果全部都放檔案很快就 分滿了 所以它最近有 改變就是說你也可以用超連結的方法 也可以加進來 可是這也是我的檔案之一 所以你在這邊就可以投資部你可以拿Skyl加油的 可以拿Google雲章面別的 因為有分享就有籃子 你就把那個籃子把它加進來 一樣可以從這個點過去 可是它也算是你檔案櫃的內容 好那再來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 就是 這個 叫做清單單等 不過這個我就不確定各位用到的機會多還是少 因為有些時候會有什麼 叫做代單事項 比如說我這個檔案他有什麼事情要做 那如果做完就打個勾 有點類似進度控管那種感覺 但是他是手動的 他並不是自動幫你去做處理 可是你可以去勾 那麼有些時候是我們站在看的時候大家比較清楚說什麼事情還沒做什麼事都做完了 這個是 所謂的這個叫做清單單 所以你看有動作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弄 這個是它裡面的幾個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來看這邊 今天如果說 我就來這裡 網站的規劃這邊 點進來 這個頁面 當初我們建立的時候 就是什麼 就是網頁的方式 你可以 隨時改變 或者你要建立一個新的 比如說建立一個新的 你看這裡有沒有一個範本 假設你已經確定好 我當初就是要用廣告的 比如說這樣子就是我的檔案櫃 好 當然這個就是用在檔案櫃的這種內容 好 放在最上層 OK 建立 OK 那麼您可以看到你看 這裡 有沒有 不一樣的 這裡 你可以直接 把檔案 就從你電腦面傳上去 這是一種方法 那當然 這個呢 就會佔用什麼 佔用你的那個100米卡的空間 好 這樣就一個了 就進來了 那麼當然我還是蠻建議各位 你可以怎麼樣 做好 資料夾管理 對不對 全部東西都擺在一起 就好像你吃的東西都放桌面一樣 真的會滿出來 有沒有你們的桌面曾經滿出來過 我有一兩次滿出來過 因為太多東西放桌面了 所以你還是可以稍微建立資料夾整理一下 這樣以後要找比較容易 這是第一種 那麼如果也有另外一種方法 你可以加入超連結的 你把你取得的籃子就把它放進來 比如說我們去什麼 像這邊 像我在這邊 它有這個檔案 那麼如果我需要 因為我現在沒有登錄 不能下登 或者您到這個YouTube的上面 也有就看了一個 影片 他的分享 是可以取得一張籃子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籃子就把它複製起來 那我拿到 我們這邊 直接 貼上 那你可以 寫一下 新增 新增 這樣是不是又進來了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 這個是 房間櫃的部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要 有更新就隨時取得通知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也就是別人如果有新增的時候 他會有一封內容告訴你 這個頁面有人要新增東西 你就知道不用 有事沒事上來損損 我們直接損殘 所以這個 是蠻不錯的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還有一個 就是所謂的 這邊 你看 比如說我來一個最新消息 但是這個 我因為會有很多 所以這叫公告 所以我這把建立 OK 那建立之後你看 有沒有一個新增人家 你就可以從這邊建立他之下的 所以你下次聊到最新消息 怎麼樣 就是直接進來這裡 好 直接進來這邊 然後就看 一則 兩則 三則 這樣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你不用說 我再去那個 那 順便問一下各位 請問有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有沒有常常看到這個符號 有 預告一下我們好像在第二場 第三場 善用 線上的應用層次 還有 RSS訂閱 打造你的 雲端資料庫 就是在講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很好用 這很好用的 因為很多網站都有提供這個 所以你就可以很輕鬆的 掌握最新資訊 但是不用老是怎樣 出去外面 拼命檢查網站有沒有更新 它會自動推薄進來 這個像這樣 就 增加進來 這樣了解 那麼至於我們剛剛講的 在 這裡面還有一個 這個 那個叫清單的 可能這個 我一般比較有機會用到的應該是用代單事項比較多 好 那我現在建立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 那它會像這樣子有沒有 那你可以從這邊去 做 好 去這邊去做 比如說你要用範本也好 新增 範本 你可以直接 使用它的範本 那這裡就有有沒有 原有者 對不對 你可以自己新增或者你要制定這個清單 這個名稱都可以改 這樣了解嗎 好 這個名稱都可以了 那 你如果有完成的 是用打勾的還是用日期的 你看我先做一個好了 假設我就現在預設的 那 現在我就增加一個項目 好 今天 我這邊 按儲存 這裡是不是多了一個對不對 那如果我今天講完了 我這邊就可以 來這裡 看你用完成的 如果 這個有完成了我就打個勾 這樣你大概了解意思了吧 所以這個也是有機會用到但是可能要看各位的情形 好不好 所以我們先簡單的 把這個頁面的 範本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麼 講到這個 這個呢 就會有用到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 因為我們剛剛有檔案管理 那麼 你每一個頁面也都可以 附加檔案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看過部落格 可以用附件的 有沒有部落格文章可以夾在一個附件的 好像很少有沒有 有啦有那個部落格但是大多數都不行 為什麼因為這樣比較容易有漏洞 那 斜落平台是可以的 所以你看一下 你看我們在這裡 這裡面 不管你是哪一種頁面類型 有沒有發現下面有個新增檔案 這一種的也好 還是你看像我的首頁 首頁我按編輯 這個時候你看最下面 他都有一個那個 附加檔案 他會有一個那個附加檔案 這個沒有 首頁 我記得應該每一個都會有 在這裡 都會有這個 附加檔案的 所以你在做的時候會比較方便 因為不墊頭一定不要讓檔案貴 但是 用久了之後 你可能就會有一個疑問 我那麼多附件我要去哪裡找 對不對 所以他有一個 地方你可以看得到在這邊 你看到我們的管理協作平台這裡 首先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到底 我的空間用的多少 我現在很節省 用的百分之一而已 對不對 那你如果想知道說你到底有哪些內容 就是那些附件的 你可以從左手邊 有沒有一個叫附件管理 你可以從這邊去找到 找到說 我點進來 像我剛剛 有一個圖片還有一個連結 是在這裡 而且這邊你都看得到 什麼是要更新的 還有修訂版本有沒有 這個對我老講就比較重要 連附件都有修訂版本的話 代表什麼 你也可以隨時復原回去 對不對 所以附件 假設你是直接用它裡面的附件 那這是最好的 因為 你隨時可以掌控 讓你有錯的資料隨時復原回來 所以那100Mb是很關鍵的 我才會用在裡面 如果比較細裝平常的 比如這些簡單的表單 那就從外面進來沒有關係 就比較蠻蠢一點 這個是跟大家在這邊做一個說明的 我就把畫面先 還給大家 給你先玩看看 дел我的 讓我看到 我一定把畫面哈哈 幫你 Corps 讓我看 在那一刻 backed 說